雲林下輪村臨近六一線的一處偏僻道路 民眾發現沿著排水溝都是滿滿廢棄物 甚至有一個人高 而調熱監視器看 原來是有一個人開著一輛找貨車來這邊偷盜垃圾 甚至焚燒 警方成功找到車主 並且通知環保局處理 而環保局表示 限期三日之內要清除相關垃圾 並且依廢清法事處以1200到6000元罰還 如果到時未完成清理的話 將依規定暗日連續處罰 小貨車開到偏僻道路 趁私下無人駕駛下車 把一包一包的垃圾往路邊丟 第一次沒被發現 小貨車又再來一次再一次 駕駛下車就是一袋接著一袋的丟垃圾 他可能沒想到這麼偏僻的路上 居然有監視器 把他誇張的行徑都拍下來 實際到現場看 沿著排水溝都是滿滿的廢棄物 表示是自家產出的生活垃圾 然後來這裡丟掉 廢棄物堆著有一個人高 甚至還有焚燒痕跡 近期口湖箱公所反映 有人尋找偏僻處偷到廢棄物 嚴重影響環境 公所立即調閱監視器 發現一輛買在垃圾的小貨車來偷盜 警方也成功找到人 我們香港公所特別去掙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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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掙�